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看南華早報近日披露消息說 中國軍事防禦科學家團隊正在研發 以等離子體為屏障的防禦技術 可能將會像科幻大片中的能量護盾 變成真實存在的東西 在美國著名電影《天殺地球反擊戰》中 侵略地球的外星人飛船擁有所謂的能量護盾 以至於人類的導彈攻擊完全無效 美國其他的科幻電影 例如《星球大戰》、《星空旗預計》等 都有類似的能量護盾 其中《星空旗預計》的聯邦艦隊 就能夠用這種技術抵禦激光攻擊 而《星球大戰》的死星 也能夠以能量護盾抵禦攻擊 按照這些科幻片的解釋 能量護盾是一種由電磁場 等離子體等組成的模型保護層 可以阻擋甚至反彈物理 或能量形成的任何外部攻擊 如果將能量護盾用在宇宙飛船上 可以對內部人員起到很好的保護作用 不用再擔心隕石或太空垃圾撞擊 報導說 國防科技大學的科學家正在研發 類似能量護盾 作為一種新型的防護技術 它可以保護中國的無人機、 導彈等武器 不用受到高攻率的微波攻擊 相關研究成果已經發表學術論文 當中介紹團隊研發的低溫等離子體 護盾能夠在僅僅的3米範圍之內 有效保護敏感電路 免遭高達170千瓦的高攻率微波武器攻擊 研發團隊透露經過多輪的試驗 低溫等離子體 已經具備了實用價值 正在全力推進微型化設備的研發和生產工作 軍事專家說 這其實就是防禦電磁密充炸彈的絕佳方式 所謂電磁密充炸彈 是一種將大部分爆炸能量 轉換為電磁波能量的武器 攻擊目標是敵方的電力、通訊和電子設備 產生電磁密充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核爆產生 譬如是前蘇聯5,000萬噸當量的大伊曼爆炸時 北半球高位度大量電子設備失靈 這就是電磁密充武器的殺傷力 第二就是使用常規武器加電磁密充裝置 產生高能電磁密充 這種方式使用可能性很高 因為是屬於常規武器 但就等於是常規武器中的核武器 電磁密充炸彈爆炸後 會瞬間轉變成頻段覆蓋100MHz至100GHz 功率高達1至20G瓦的電磁密充 會在沒有屏障保護的電力線路 通訊設備的外接天線 以及在電子設備的電源線上 感應出強大的電流密充 並且特日設備內部 造成電子、元器件、擊穿甚至是燒毀 設備被物理破壞 這是一種只是對電子和電力設備產生殺傷的武器 對有機生物非常友好 但現代文明社會幾乎都是由設備支撐起來的 如果這些炸彈破壞了基礎設施 後果也可想而知 這種炸彈對現代化軍事設施和武器的殺傷來 都非常強 戰鬥機、轟炸機、預警機、地面雷達 以及通訊設備攻擊武器 例如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等 都需要精密的電子設備加持 一旦遭到電池密充炸彈攻擊 可能就會立即腦死亡 在外觀沒有任何損壞情況 電子設備已失效 因此電池密充炸彈 可說是非常可怕的武器 電池密充炸彈威力太大 究竟如何防禦? 專家說目前主要應對方式 包括改進指揮所的基礎設施 採用新方案、新技術改進武器裝備平台設計 以及採用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 對電池環境進行可視化偵察 以便更好地防禦電池密充武器 而低溫等離子體主動防禦 就是最有前景的方式之一 低溫等離子體 是在相對較低溫度和壓力下形成的等離子體 高溫等離子體 就是在高溫高壓下形成的 例如太陽就是高溫等離子體構成 低溫等離子體相對來說更稀薄 溫度一般是在幾千度攝氏以下 可以利用激光默充、高壓放電等方式裝備 低溫等離子體中的電子和離子溫度不相等 沒有達到熱平衡狀態 因此亦被稱為非平衡狀態等離子體 研究團隊說在面對微波等輻射能量打擊的時候 低溫等離子體護盾裝備 能夠瞬間自動啟動 將攻擊能量適度轉化為 防護這個護盾的維持能量 低溫等離子體護盾之所以能夠防禦 微波等部分電池武器攻擊 是因為等離子體能夠吸收、擴散 並且是最終反射電池波 從而保護無人機、導彈等武器 內部的精密電子設備不受外部干擾 當高能電池攻擊來襲的時候 等離子體也會迅速吸收電池能量 部分能量也會被擴散 使得等離子體的粒子濃度快速增加 形成一道對電池波密不透風的場 最終將電池波反射回去 從而起到電池防禦效果 專家認為這種用等離子體形成的能量護盾方式 既可以起到防禦效果 又可以保障護盾內部設備 和外界通訊不受影響 設計理念可說是十分巧妙的 接著看看河南均衡生物公司生產的 可持續航空燃料 通過民航局的釋航認證 並且可投入商業使用 保障了內地未來可持續航空燃料供應 新華社報導 運續不堪的地溝油 經過均衡生物公司加工之後 搖身變成可持續航空燃料 相比傳統的石油機航空燃料 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八成以上 隨著民航業快速發展 航空燃料需求剛性增加 燃燒產生的大量溫室氣體排放 成為了民航業脫碳疾高 可持續航空燃料 因良好的碳減排效果 已經成為了民航業能量低碳轉型的突破口 全球航空業競爭的新賽道 實現碳減排的重要路徑 一間土生土長的河南企業 為何能在綠色航空產業當中走在前列呢? 均衡生物方面就說 從2017年開始 公司將目光描向可持續航空燃料的研發和生產 成立了專門的研究團隊 經歷了多次實驗 最終研發出以地溝油為原料 生產可持續航空燃料的先進技術 並且在2022年將先進技術轉化成綠色產品 今年均衡生物預計 年產可持續航空燃料13.7萬噸 公司說 力增用高品質可持續航空燃料 為中國航空業限減排和國家的 相限目標實現作出貢獻 接著看看中國高光譜 綜合觀測衛星正式投入使用 國家航天局宣布 高光譜綜合觀測衛星正式投入使用 這是國家高解釋度對地觀測系統重大專項組成部分 去年11月完成載軌測試總結評審 衛星狀態良好 各分系統功能正常 性能達到研製建設總要求規定的各項指標 具備投入使用的條件 高光譜綜合觀測衛星 具有高光譜、大範圍、定量化探測等特點 可實現污染氣體、內陸水體、錄表生態環境、 涉變礦物、岩礦類別等要素的綜合探測 能為中國生態環境自然支援、 氣象等行業應用提高品質、高可靠的高光譜數據 特別是可以為加強生態環境保護 持續推進污染、防治、攻堅戰提供重要數據支撐 目前衛星地面系統一共接收數據 245.2TB生產應用專題產品19類 衛星載軌運行期間 用戶單位在自然資源、生態環境、氣象等領域 開展了典型示範應用 國家航天局發布了衛星載軌交付應用產品 包括全球臭氧柱濃度監測圖、全球二氧化氮柱濃度監測圖、 土壤水分監測圖、海冰監測圖、土壤重金屬污染程度分級監測圖、 水質監測圖等高光譜數據圖像 展現衛星在水污染防治、生態環境監管、 礦產資源調查、地質環境監測、 污染氣體動態監測、海冰監測等方面的 綜合觀測能力和重要應用成果 最後看看無人駕駛配送車駛入雄安百姓生活區 無人駕駛配送車在雄安新區投入使用 收件人可以在手機應用程式預約派送時間 無人駕駛配送車到達前會自動發出短訊通知收件人 到達指定地點後收件人輸入取檢碼便可領取 這款無人駕駛配送車最大乘重1,000公斤 入配送量達到500至800單 滿電續航200公里可以實現1分鐘換電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3610-3800 或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報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